尊敬的诸位大德朋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论语 维政篇第二 请看第六章 孟武伯问孝 子曰 父母为其籍之忧 那么这是孟武伯向孔夫子请教孝道的含义 诸子的解释说 孟武伯一子之子明智 孟武伯就是孟一子的儿子 也是孟孙家主 他来继承 他父亲的这个地位 那么他是姓众孙明智 刚才讲到的是孟一子问孝 现在是他儿子孟武伯来问孝 孟老夫子的回答又不一样 孟老夫子讲 父母为其籍之忧 那么 为什么 这个回答又不一样呢 那这都是针对提出问题的人 他的问题 他自己的这个根性 以及他的毛病 习气 这么回答 是能帮助这个人 九 那么孔子这里的意思 诸子解释说 言父母爱子之心 无所不至 唯恐其有疾病 常以为忧也 人子提此 而以父母之心为心 则凡所以守其身者 自不容于不谨矣 其不可以为孝乎 这个解释很好 说父母啊 都爱儿女 爱子之心呢 无所不至 就是光怀无为不至 那么对于儿女的身体 当然也是非常的关心 唯恐啊 儿女有疾病 所以常常以为忧 所以这个为其疾之忧 这个疾就是疾病 疾呢 就是儿女 当儿女家 那么也有的 诸解说是父母 这也未尝不可 那么 诸子这里的解释呢 很有道理 说父母担心儿女啊 有病 常常会忧虑 正所谓 身有伤 疾心有 那么德有伤呢 疾心虚 身体不能有病 我们的道德 德性也不能有病啊 所以人子提子 就是做儿女的 体会到这一点 应该以父母之心为心呢 父母 父母忧虑我们的身体 那我们自己也要 懂得保养好身体 不能生病 生病啊 这就让父母忧虑了 那么 有这样的一个心 则凡所以守其身者 自不容于不尽 守身体 跟守德 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讲的守身呢 它的意思是广泛 不仅身体没毛病 道德也不能亏欠 因此 一言一动 都是非常谨慎 不敢 教慢放异 这叫守身 就怕身有 瑕疵 得有亏欠 这怎么能叫孝呢 那么 真正有这样的一种 谨慎的操守 念念以父母之心为心 这就可以成为孝 祖子 又提到另外一种说法 就说 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 陷于不义为忧 而独以其极为忧 乃可谓孝 一同 这前一种说法 是儿女为了不使父母担心 所以守身 谨慎 不让身有疾病 也不让德有亏欠 是这样一种谨慎的心 这叫孝 那么这第二种说法 祖子也引用了 也说得通 也说得很好 说为人子 不可以使父母 忧虑 忧虑我们 这个 德行 有亏欠 自己不能陷于不义 这陷于不义 就是德有上 一心修 所以父母对我们 能够放心 知道我们不会干坏事 不会缺德 那么能够念念 修养自己 做君子 做圣贤 那父母 还有什么 忧虑呢 如果说有忧虑啊 那可能只有一个 这就是自己 可能会有病 正所谓啊 月有阴晴云雀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 但习霍福 那么 万一得了病 这就会让父母忧虑 除了得病 让父母忧虑以外 其他的 都不会让父母忧虑 可见的 这位孝子 德行啊 激进于完美了 这才叫笑话 是两种说法都很好 两种说法都 归中归道啊 讲到一个德子 自己不能有任何 不义的行为 这才不会让父母忧虑啊 除了身体有病 其他一律 不会让父母忧虑 那么这种说法 是在这个 和宴的论语集结里头 他以马荣 这也是大荣 东汉的大荣 他的说法 马荣曰 言孝子不忘为非 唯有疾病 然后父母忧之而 那么诸子 就是尹 和宴集结 马荣的 这个说法 那么这种说法 有他的道理 李炳南老先生 我们的师公 他在论语讲要里面 也赞成这种说法 因为这个孟武伯 他是出身的贵族 从小啊 就有娇涩淫逸的毛病 沉溺于生涩犬马之中 一个顽苦子弟啊 那么孔子在这里点他 点得非常委婉 告诉他说 为人子要做到孝道 除了身体有病之外 其余都不能使父母忧虑 换句话说 如果你有诸多不义的行为 这叫大不孝 当然这句话没点出来 是话里带着这个话 这是圣人呢 言语的艺术 对孟武伯这样的人 不能讲得太白 点到即止 你讲得太白太直 这引起他的怨恨呢 那么就自找麻烦了 他不能不改 不能够改过 反而呢 对你怨恨 甚至会啊 起谋害你的心 这不让他造更重的罪业吗 所以夫子在这里 回答他 非常的委婉 那么他听懂了 当然他就能改 他要是听不懂 他也会 他应该来问 他要是不问 那你说的再白 再直 也没用 他不想来这学 所以跟圣人相处 一定要有谦卑恭敬的心 才能真正得利益 否则 圣贤老师讲的意思 我们都没能听懂 更不要说去落实 那么偶一大师 在他的典经注解里头 说了一句 此等典事 能令有心人者 有人心者痛苦 这句讲得非常平实 但是自立行间 我们已经感觉到偶一大师了 那一份孝心 夫子讲的这么简单一句话 父母为其极之忧 父母 都是疼爱自己的儿女 常常为儿女忧虑 自从儿女呱呱坠地以后 父母的忧虑就没有断过 古诗有曰 父母一百岁 常有八十儿 父母到了一百岁了 他的儿女八十岁了 父母还一直在忧念着八十岁的儿女 这讲得很形象 说明父母对儿女的忧念 是永不止息 到什么时候才为止呢 父母断气了 再也不能忧念了 这才止息呀 所以古诗有说 从这两句诗我们去体会 父母对儿女的那种关怀 父母对儿女的帮助 心情的劳动 像春蚕 吐丝 一直吐到死为止 蜡烛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把自己燃尽了 这个贡献呢 才能到中停止 我们想想 父母对我们不都是这样吗 父母的忧心 他们的关爱 何有一时一刻停止过 父子这里只是讲 为其极致忧 那儿女有病 当然是忧郁 那儿女没病的时候 其实父母的忧念 也没有停止了 所以啊 偶一大师讲 想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人心着痛哭 对于父母那种 关爱 无微不至的关爱 深恩大德 想到此地都那么痛哭如体 马上要提起 尽孝报恩的心 不能等待 古人讲 树欲尽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们想要尽孝 时日无多 父母啊 父母如果还在 赶紧抓紧机会 尽心奉养 世之以理 刚才讲到的 父母在生 世之以理 不要等到父母 父母过世了 只留下遗憾 那么父母过世之后 我们依然要 不忘父母之恩 不忘恩 这种心 是 时刻 不能间断 那么 这个 葬礼 和祭礼 这是有一定的时间 来表达自己的那种 抱恩心 念亲的心 那是一个 用形式来表达 用这种理 但是内心中 没有一刻停止 那么 我们就联想到 偶一大事 生前 他也是一位 孝子 虽然他出家了 他父亲 早逝 他母亲呢 也是一位 念佛人 支持他出家 那么偶一大事 出家 到了28岁 他24岁出家 28岁那年 母亲病了 很严重 他回到家里来 四次 刮这个 鸽骨疗禽 把大腿的肉 切下来做药液 来治疗 他母亲 你看 这种 孝心 难能可贵 很可惜 他母亲 最后还是 去世了 那么 大师 悲痛一觉 从母王 那一天开始 就 守孝 他 把这 丧事 办完了 就 到了 身上里头 闭关 等于是 守灵一样 在这个官方里面 用功 修行 参禅 念佛 求生 净土 用自己修行的功德 回向给母亲 这 闭关了 三年 正是 三三年 长毕业 居处 变 九肉 绝 完全 做到 那么 在官方当中 他生了 大病 当时 就 一切 放下 一起念佛 求生 净土 那我们想到 他在这种 官房里头 生病 虽然父母 不在世 他也是觉得 自己 对不起 父母 父母 为其极之忧 儿女 有病了 父母 最忧虑 身体 法复 受之 父母 不可毁伤 但是 偶一大使 真做到了 除了身体 有病之外 他的德行 学问 各方面 没有 让父母 忧虑 这真是 大德 那么 后来 病好了 除官 给他母亲 撰写了 这个 拔记起 求拔记的 一个起文 就是超度的 一个文 为他母亲 发愿 写了一个 发愿回向文 这都非常的感人 留在 他的这个 著作 他的弟子 给他 接级的 临风 中论 所以 孝子 能真正 做到的 德行 无缺 除了疾病 以外 没有让父母 感觉到 羞耻和忧虑 这也是 可以说 激进于完美 那么当然 偶遇大师 他是 真正 明心 见性 打车 耽误之人 念佛 往生 净土 往生 就不退 成佛 成佛 那真是 圆满 大小 佛 身体 也没病 不仅 德行 是圆满的 身体 身相 一切功 一切能力 智慧 都圆满 那父母 真的 一点都没有 忧虑了 所以 佛家 的教育 还是 孝道的教育而已 假如我们 有一丝毫的缺陷 没有圆满 这还是对不起父母 还是让父母忧虑 这还是不孝 就连 等觉菩萨 像观世音菩萨 普贤 菩萨 文书 实力 菩萨 这都是等觉菩萨 他还有一品的 生相 无名 烦恼 没破尽 严格来讲 这还是对不起父母 那孝道 还是不圆满 所以 什么时候 孝道 圆满 成佛了 这才是孝道 圆满 儒家 说的 成大圣了 这个大圣的地位 境界 比孔子 所正的还要高 我们的这个上一节课 学习了孔子 这一生的年谱 从十五有志于学 到七十 从心所欲不欲举 这个过程 后人把他称为大圣 可是他自己说 我一圣与人 则五其感 我怎么能成为圣人呢 因为他知道 上面还有 境界还有很高 那佛家 讲到的才是圆满 成佛了 就没有丝毫欠缺了 那就是孔子心目中的 真正的圣 好 我们继续看 下面一条 第七章 子有问孝 子曰 今至孝者 是为能养 至于全马 皆能有养 不敬 何以别乎 那么这是 孔子 一个弟子 子游 向夫子 问孝 问行孝之道 那么子游 诸子解释说 孔子弟子 姓炎 明炎 炎炎 那么这位弟子呢 是在孔门四科里面 文学最好的 他跟子夏 两个人 子游 子夏两个 都是文学最好的 孔门四科是德行 言语 正识文学 那么他在这里 问孝 你看 他没有问文学方面的事 他问德 孝是德之本 虽然他是文学第一 他是问的是德行 从这里我们也能够了解到 其实孔门所有的教育 四科 都是建立在德行基础上 文学 也是以德为本 如果没有德行的文学 那怎么能成为真正的文学 所以子游在这里问孝 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示 从事文学 就是我们讲的精神修养 艺术的 这些创作工作的人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必定是以德为本 为弘扬道德 那么他向夫子问孝 夫子的回答 金之孝者视为能养 养 诸子说 为饮食供奉也 那么这个养呢 在古代的时候 古音呢 是读样 我们这里呢 用金音 用现在的 比较容易懂 这个养就是凤养 那么孔子说 金之行孝的人 金是现在 今天的社会 他们以为行孝 就是能养 这个 世卫能养的世子 按照行顶的著书 做为字讲 那为是说 所以世卫就是为说 就是金之孝者 为说能养 只是说 能养父母 就行了 那能养父母 这就是孝吗 孔子 这个语气一转 底下说 至于全马皆能有养 有养 何止是为人子呢 至于全马 全是狗啊 马是这个家里养的 这些都是畜生啊 牲畜 他们都是为主人服务 狗能看家 马能当坐骑 这些牲畜 这些牲畜都能够以他的体力 来奉养主人 这叫能养啊 至于 这是把这个两件事连在一起讲 为人子能养父母 跟全马能养主人 这两件事啊 这个连在一起讲 让我们呢 通过这样的类比 了解 到底孝是什么含 不敬何以别乎 全马也能够养主人 但是他不知道敬主人 他只是完全服从 被逼的服从 被驯服的 他不会再主动想着 主人有什么其他需要 就做他 他自己能做的那件事情 那么如果人 不知道对父母理尽 就像夫子前面讲的 生事之一礼 只是呢 这个 给父母啊 一些衣食啊 父母的基本需要能满足啊 乃至啊 给父母再好的物质的供养 但是不能恭敬父母 那 这跟全马又有什么区别呢 全马也是养父母 养祖人 你这个为人子养父母 你看这两个类比 为人子跟这些畜生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哪 不敬何以别乎 如果你不能恭敬父母 那你跟那个全马养祖人是没啥区别 也就是说 跟畜生没什么区别 那这个夫子 讲的是不客气的话 换句话说 孝养父母啊 最重要的是有恭敬心 所以这里是 把全马跟人子做比喻 来联系起来 突出 笑到真正的寒意 在一个镜子 镜是在心 不敬就跟畜生没啥区别 所以这里讲到着重是心地上的尊敬 前面孟一子问笑呢 着重在世相上的理 有其事必有其理 有其心必有其事 所以心里有劲了 他的身体的动作 必定符合理 所以这个跟孟一子问笑 他的答复啊 是相贯通的 那么 这是一种说法 那么另外呢 在论语集结里头 又有另外一种说法 这个说法也讲得很好 他不是啊 把人子跟全马来做比喻 来做类比 他是把父母跟全马在一起类比 这个集结里头说 人子所养乃至于全马 不敬则无以别 就是人所养的畜生 是有全马出生啊 那也是养 那么养父母也是养 那养父母跟养全马 有什么区别呢 在于敬与不敬 如果不尊敬父母 不能视之以理 不能以真诚恭敬 的心来奉养 那真的跟养狗 养马是没区别 这里是把全马都比喻 从父母 这个 讲得就更加的 深刻 更厉害了 那么诸子也是引用这样说法 他说到 全马待人而食 亦若养人 若人处全马 皆能有以养之 若能养其亲 而静不至 则与养全马者合一 慎言不敬之罪 所以深敬之也 他说狗啊马 还这类畜生 每天就挡着人 给他喂食 这人也是养他们呀 那人养这些犬马 都能够啊 给他物质的供养 给他衣食温饱 你看现在人养宠物 那更加的 这个关心被制 有宠物穿着衣服 小狗小猫 穿着衣服 每天给他洗澡 病了能上那些宠物医院 这都是养啊 那跟养其亲 有啥区别呢 如果养父母 尊敬性没有了 真的就没区别了 这是给我们 深刻的说明啊 不敬之罪 如果我们以养全马之心 养父母 那叫大不孝 大不敬 怎么能说到孝 这是 夫子 深刻的警醒我们 不要会错了孝道的意思 以为养父母就是孝 大错大错 当然不养父母 那更是不孝 养父母在于敬 曾经有一年 母亲节 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 那之前的广州日报 派出记者去采访啊 母亲 不少人的母亲 然后采访这些母亲的儿女 那么这些母亲多半呢 都是一些企业家 大款 的儿女 这个这些 儿女都是这些大款 那么 先问啊 这些儿女啊 母亲节快到了 你们打算怎么样子 报答你们母亲养育之恩呢 这些儿女就说 我要赚多多的钱 给我母亲呢 买一栋别墅 买一部洋车 来奉养自己的母亲 然后呢 又去问问他们的母亲 你是希望儿女怎么样校养你呢 这些母亲呢 都没有说要洋房 要洋车 反倒不少人说类似的话 说什么呢 我就希望我那儿子啊 不要太忙了 母亲节中午能够陪我吃顿饭 你看母亲要儿子的 暴打 并不高啊 连这个话都说出来了 证明他的儿子恐怕 很少跟他母亲一起吃饭 恐怕 一年都没能来 看望过母亲几次 母亲是需要恭敬 需要尊重 需要 自己的儿女 养他的心 对这些物质 那都是其次 假如说 你拿了一些很 好的这些物质 来供养母亲 但是没有恭敬心 有的人就是认为啊 反正我每个月给母亲钱用 已经算不错了 这话也不能说错 因为什么呢 现代也真的算不错了 现代人呢 真是连父母都不去养 把父母看得全马都不如了 古人这个 至少能养父母之身呢 所以现在真的拿钱来供养父母 真算不错 可是这跟红子孝套的标准 查得还是很远 为什么呢 孝着重在镜子 能镜父母 这才叫孝 所以奉养父母的时候 要深爱宛容 和眼月色 让父母说欢喜 这是养父母之心 更重要的 养父母之志 父母对我们的希望 大多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 能够啊 成人啊 那所谓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啊 父母接然 都希望自己的儿女 争气呀 做个有德行 有学问 有操守的人 为社会大众尊重的人 那么我们能不能这么做到 这是养智 诸子又吟 胡吟先生 他的话说 胡是约 世俗是亲 能养足以 瞎恩是爱 而不知其见流于不静 则非小事也 子由圣门高地 未必至此 圣人只恐其爱欲静 故以是深井发之眼 胡吟先生说 世俗人 侍奉父母 只停留在 能养他的身体 养了其口体而已 那么对父母呢 就没有礼尽 比如说 跟父母很亲近 就容易呢 生起啊 那个慢性来 因为呢 太亲近了 也就啊 没有讲求规矩了 那么父母呢 也溺爱自己的儿女 也就没有要求儿女啊 去一离而行 那么这种爱 就流于不静了 这个爱的心 是好的 可是 一定要有礼尽 不可以啊 变成溺爱 变成啊 这里讲的 瞎恩 是爱 随便了 啊 父母跟儿女 都没有 长幼尊卑的 分别了 那 比如说呢 这个 啊 父母啊 如果陪着 孩子玩 啊 成天把 自己的儿子啊 放在肩膀上 让儿子 骑在父母的头上 这是一种 爱的 对流 但是老这样做啊 慢慢就让孩子 对父母 不起恭敬心 这个不是 晓得过时啊 父母 有爱的一面 也有尊的一面 他是要尊贵的 儿女要尊敬父母 所以 父母的角色 要做到 君清师 这三重角色 君就是领导 为坐之君 啊 做儿女的领导 那 下属见领导 那都得恭敬啊 都得行礼啊 啊 那么坐之亲 就是爱他 这个是 父母的角色 真是爱他的 坐之师 做他的老师 教他 所以 父母 教儿女 如何姓效 扮演好 君清师的角色 那么儿女的心目中 也应该把父母 看成是君清师 不能光有亲这一面 还要有君这一面 还有师这一面 尊敬领导 这是君的意思 关爱父母 这是亲 向父母学习 这是把父母看成老实 那这个孝道 才能完全立得起来 所以 这个 为什么现在社会 孩子小的时候 还挺跟父母啊 关系融洽 互相都能够啊 关爱 但是长大了 儿女就啊 不理父母 看不起父母 因为小的时候 这个根没利好 爱了就变成什么呢 随便 没有规矩了 流于不尽 那么 紫游 是孔门的 高祖 高地 非常有成就的弟子 当然 他 未必 不懂这个道理 那么 孔子 给他点示 这种道理呢 不光是给他讲而已 更重要的是 向世界人说明这个道理 那么当然 也很有可能 紫游 他对于父母 也是很尽孝 但是恭敬心 可能不够 才引发孔子这样回答 孔子是因才是教的 那么 圣人的教化 绝对是 可以流传万事 所以 圣人 唯恐啊 父母和儿女 这种爱 过分了之后 超过了规矩了 超过限度了 就随便 那么 竟没有了 那就 父母 对儿女 那也不能称之为 辞 儿女对父母 也不能称之为 孝 所以一定要用礼 来规范它 所以 省事之以礼 死 葬之以礼 忌之以礼 这就非常重要 用礼 作为一个解读 这是 深刻的警醒 事 那么 偶一大师 注解里 讲了一句话 以全马养 能养口体 能养智者 乃名为尽 这个 是把 全马跟父母 连在一起讲 这是 第二种说法 那么 养父母 跟养全马 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 静 养全马 是养其口体 给他喂吃的 养他的身体 所以 我们对父母的养 不能只停留在 这个阶段 孝 有三个层次 所谓 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 养其口体 是养身而已 这不能叫孝 一定是养其心 养其志 都做到了 这才会叫孝 因为养心和养智 这里面有静 那真正的静 偶一大师说 能养智 这叫真正的静 父母对我们希望 我们真正做到了 这才叫尊敬父母 如果父母的 希望他不能做到 即使是 对他的身体的奉养 再好 那么静 没做到 还是不小 因此 孝 忠在养智 偶一大师 出家为僧 从事佛陀教育的事业 帮助众生 断恶修缮 破迷开悟 转凡成圣 自己真正成圣成贤 那圆满地实现 父母的希望 志向 这是大笑 志向 我们的恩师 我们的恩师 一负如实 虽然 他这一生 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那么当然养其身呢 就没有做到 很难做到 可是他自己真正 深入圣贤教育 一生 讲学不断 五十年来啊 觉悟了 不知多少的人们 这也是 自行大笑 这是何旦圣贤家业 那我们看到 先贤 恩师的心意 也非常向往 愿效法治 那我父母 都健在 我是独生子 还算比较幸运 学业很顺利 二十六岁 获得博士学位 这是 我父母对我的希望 我能达到 我母亲希望我做一个教授 因为她的父亲 我的外公是教授 她希望我们能寄先人之志 素先人之士 重复这样的事业 从事教育的工作 那么我们在美国大学 任教授 在澳洲大学 任教授 也是实现父母的心智 到后来我们发觉 最能够帮助社会 挽救世道人心 促进和谐社会的工作 是从事中华 伦理道德 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 我在大学 原来是叫金融的 一次我就把自己大学 终身教授的工作 跟师长一心学习 传统文化 这里头有好东西 英国的汤恩比教授 这是近代伟大的历史哲学家 他曾经说过 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 唯有靠中国的恐梦之道 和大成佛法 你看英国人都了解 这是一个有真知初见的人 那我们作为中国人 很幸运 可以直接地去承传老祖宗的教会 我们的语言没有障碍 这么好的宝 我们要是没有得到 那真是可惜 所以自己发了一个心 立了个志 效法古人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学论语之道 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放下了工作 自然没有收入 但是 只要我们做 对人类 对社会 最有意义的工作 无怨无悔 非常难得我父母都支持我 他也是跟我同一个志向 那我这一生 那就一心一意的去走 学圣学习的道路 自己深入学习 每天 就在摄影棚里讲课 在网路上 分享学习心得 自立立堂 养父母之志 我母亲告诉我 能够孝敬自己的父母 是小孝 能孝敬天下父母 为人民服务 这是大孝 能孝敬啊 这个 一切万世父母 就是为往生寄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成圣成贤 这是智孝 所以他鼓励我 从小孝 走向大孝 奔向智孝 好 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先学习到此地 有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 谢谢大家